我在家的时候就让它们放飞自我 niple tape的话穿紧身衣鞋的太拼 从来没有穿过niple tape 所以蛮好奇 我就不知道真的是全部都要发霉了 真的是 no no 这是这个 5000多个人点击率 就是这粒东西 阿罗哈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很熟悉的一个背景 大家看到我坐在床上面呢 就是开话题 聊天 呀 没错 从我开始之前 请你们记得 subscribe like and share ok 上个星期的IG 我有分享了一个niple tape 这个点击率是吓死我 你懂吗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sticker tape 就是才5000多个 我觉得说 oh my god 应该你们对这一个东西很有兴趣 上次在share一个video 是那个胸部大腿部小的 那个只是讲胸部而已 我好像没有想到bra 所以这一次我们来聊 好 胸罩话题 so before that 我先给你们看这个好了 这个是我问你们的一些问题 就是穿跟不穿bra 穿是4% 不穿是21% 穿bra的或者sport bra是25% and then tniple tape 或者new bra是40% so其实最高percentage就是 大家其实都有在穿bra so 那先说我好了 我在什么时候呢 还是没有穿bra 应该是在mco的时候 养成的这个习惯 就是除了就是sport bra 或者是bra 一开始你会觉得说 你不穿bra 你会觉得 胸部可能就像我这样子 就不挺 你穿bra的时候 就是这么的挺 哈哈哈 然后你会觉得说 我的胸部好像会下垂 其实不好看 but then 我觉得看你个人喜不喜欢 你这样子的胸部吧 I guess 蛮的style 其实一直在欧美 很多selebrity 其实他们胸大或者是胸小 他们其实都没有在穿bra 而且是niple free的 我们这里呢 还要找niple tape yeah 因为是一个安全感 然后以前这样子 我胸部小的时候 我就会羡慕朋友 诶 你们开始穿bra了 我想要穿bra 为什么我还没有穿bra 就是代表你胸小 你懂吗 哈哈哈 那时候小时候就有这样子的想法 大家会觉得说 fuck it啦 那个bra拿去丢掉 我的bra真的是全部都要发霉了 你懂吗 我以前买超多超多 可是我真的是没有在穿 因为真的是很不舒服 原因 ok 第一 就是一穿上去那个bra 你就觉得说 很难呼吸 第二个 你要扣在后面那边 通常都会扣最里面 因为如果不扣最里面的话呢 我会有空杯的现象出现那种 如果扣最里面的话 我旁边这个肉呢 马上就挤出来 而且年纪越来越大的 那个肉呢 其实是 越来越明显 还有这里 雾乳也会有一块的跑出来 所以我个人本身是很讨厌 我会觉得我穿自己很丑 自己很胖 我就很享受 你知道吗 我很享受那一种 屏的感觉 不知道你们会觉得 我很变态 因为身边的朋友 各个都觉得说我要胸部大 我会胸部大 胸部大还是一个完美的女人 对吧 还有 我不懂我有没有讲到一个问题 但我觉得 在那个 ask me a question 那边 可能会有提到 我们go to the ask me a question 不喜欢被束缚 可我还是要穿内衣 因为洗澡被管 洗不穿的话 胸部一直摇晃 路人一直盯着看 我是觉得 因为我没有experience过这种感觉 so 可能我不能给一个comment 这个话题 就是你的question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胸部大的 你们真的是 either穿bralette 还是穿bralette 是必须要穿的 unless你不介意 就是摇晃摇摆的那种感觉 想不穿 可是找不到 Mani自己胸身的new bra 其实每次我黏new bra 我都很fail 我不懂黏了 过后 那我又会看到 然后我就把它拿开 因为supposed to be like 你要扣起来 然后他才看到胸部集中 but then 我每次都把它 开掉那个扣 因为觉得集中了 然后看到那个奶的线 其实蛮恐怖一下 我最近在找收腹乳内衣 感觉之前的内衣不适合 造成腹乳问题 加上我胸小 所以那种内衣是很 很宽的那种 然后其实蛮不舒服的 but then 它真的是可以帮助到你 就是 调你的胸心 还有你后面的那些肉 可是这个要一段的时间 你必须要穿很久 才有这样子的效果 然后这个很正常 不喜欢穿内衣 可是会怕下垂 如果像我这样子的size呢 下垂给咬喊 你懂吗 它真的是不会掉到肚子那边去 因为真的是很小 中大的女生 可能就是 不要逞长 就是你的nip tip 可能看衣服啊 看location啊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这种方法 shut up OK 胸小很难找到适合的内衣 nip tip的话 穿紧身衣 显得太平 其实是一定会很平的 如果你穿紧身衣的话 如果你们看到我几个post 其实我都是超级无敌的平 我会觉得说 诶 I don't mind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我不是因为这套衣服 可能有一点凶好看 我那我就穿brother 可是我会觉得说 brother是来搭我的衣服 那衣brother都有穿 虽然是小熊 熊 他的熊是熊猫熊 可是很不舒服 在家的时候就让他们 放飞自我 这个I like it 这个 所以在家会穿brother 就是奇怪 unless你跟可能 父母啊 一些亲戚住 你才会穿brother 可能我下去拿grab布那些 我都没有穿brother 就是穿一个t-shirt 从 从来没有穿过nip tip 所以蛮好奇 可能以后穿比较露的衣服 可以派上用 有些人觉得说 我要穿 不能穿到内衣的衣服 才可以贴niple 贴 我觉得 其实 没有这种讲法 个人觉得啦 胸部的形状啦 是 不需要真的是这样子 我觉得胸部是 慢慢的这样子 好像眼泪 眼泪的垂下去 我觉得蛮美的 我不懂你们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奶 所以有顶红种感 哈哈哈 可是 可是我觉得 那个 dropping的那一根shape 其实是蛮 蛮美的 不喜欢穿 能不穿就不穿 但是上学也不能不穿 而且我也是太平公主 不穿真的看不出它 但我不介意 对 其实 胸小 你不穿真的是 没有人看 太看得出来 就是在于那一个 奶头的那一个部分而已 就是可能你 就是肺带啊 就会看得到咯 OK 就是遇到这个怀孕的问题 诶 其实身边很多朋友都是 怀孕有遇到下垂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东西 很多都会选择就是穿好一点的bra 去提升自己的奶的那一个那一个shape 但有一些就真的是选择去重胸 因为真的过后呢 我明白就是可能没有比之前的胸部来的更完美 不是说鼓励你懂吗 其实 我就觉得说真的想要去把自己变美真的是 just go ahead 对 不要去理会别人怎么说 为什么我回来这个话题的明明是在讲bra 哎 oh my god ok 那部分的一些question 其实都是蛮一样的 ok 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 我的来是share about我平常 share about我平常穿的一些bra 还有用的一些lippetips ok let's go 这个是cotton on的brallet 这个是早期的cotton onbrallet 没有买到真的是算幸运的 因为我全部的颜色我都买到完 而且现在他们已经出新了 是一条直线的 我有在我的IG post过 那个其实真的很好穿 因为我手一拿上来 它就会拉上来 很多人DM问过我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 所以这个是cotton on 所以我现在穿给你们看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cotton on的brallet 它本身里面是有一个小小的padding的 所以它穿起来其实是胸部会不大 今天你们看到可能我的胸部有点大 因为我period 比他应该不会看到这个东西 OMG OK 所以你们看到我穿这个 这个其实呢 你看后面的肉呢 其实都不会跑出来 可能有少许 可是不会比bra来得多 你懂吗 the next one 就是 是 把它给你们看这个好 这个是 Lazenda的一个push out bra 这穿得过后呢 你整个胸呢 其实是整个会push上来 可是超级无敌的心骨 感觉是整个呼吸不当的 就 真的是 我觉得我可以穿给你们看 OK 我跟你们说 你们是不是看到我的胸部是超级无敌明显的 一边大 一边小 真的是超明显的 所以我不喜欢穿bra就是这样子 你看这边完全是美胸 这边完全是扁胸 太夸张了 OMG 我现在有贴那个nipple tip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OK 你看吗 你看到我一样举下来过后 他就会一坨的肉跑出来 我有尝试过 就是有一些dress的时候 我要穿这个bra 然后觉得可能胸部会好看 也看得比较sexy一点 我每次问身边的朋友 他会觉得说你把它脱掉吧 很恶心 看到我的胸部这样子有肉 就觉得很恶心了 忘记了 OK the next one 给你们分享的一个 Skim的这个bra bra top 所以其实是它完全是没有padding的 因为外国的是 其实很少都会有padding 穿一个外套呢 它其实是可以拿来当内套 送给你们看 然后后面的肉呢 可能会有一点点 因为它也是一个bra的形状 but 还ok 好过bra 然后the next one 就是 另外一个bra好了 哇 这是我最近买的 但是我超级无敌喜欢 这个是CK的 它完全不high profile的 它就是小小 OK 我送给你们看 这个呢 完全就是可以当一个内大 然后它后面呢 其实是扣的 如果你问我 这个跟Skim哪个比较舒服呢 这个是超舒服的 而且它不会很紧 所以它完全是看不到那个肉挤出来 然后旁边这里呢 不如呢 其实是换到一点点而已 可是它这一块东西呢 就是很大 就很好看 那如果你穿一个shirt在外面的话 如果你就是这样子 就可以出门了 你看到吗 它也不会真的是太性感 也不会觉得说 诶你真的是好像穿一个内衣这样子出去 so the next one ok 就是这个 mum mum是我台湾的好朋友boni 他的另外一个自创的品牌 他知道我是真的是很喜欢brother的人 他就是把一整套送给我的 就是有color都串给你们看 哇 这真是超好看的 真的干定 他也是不会看到那个肉跑出来 然后这个是更明显 可以拿来当内大 这个呢 是看的比较就是有一种spotty look 就是这样 就真的是可以出门 每次有人人家问我 你最不可缺少的essential是什么 brother lippertic ok next 给你们看 这个我觉得没有在卖的cost 我就是超喜欢的 这个也是要穿nipple tip的 因为他会看到 所以他的material是 like 泳衣的那种布置吧 我可以和这个已经是卖完了啦 but我只是穿给你们看 然后这个看了你整个肩膀呢 跟你的手臂呢 都会很 很瘦很好看 那你现在可以搭上这个 你看 它完全是觉得你穿一个tube在里面 整个感觉就不一样 蛮sexy的 so 这样 所以我真的是很喜欢的 而且很舒服 嘿 我现在要介绍我常用的一个nipple tip so 在还没有开始 我用我现在用这个的时候呢 我都是 黏这种的 就是在那个cotton on买的 其实cotton on很多 就是关于就是女生那种bra 底裤 底裤 尤其是底裤 我现在其实不是在帮cotton on打广告 这整一集呢 都没有在帮任何的brand打广告 真的是纯粹 我自己真的是个人很喜欢的分享的 以前我都是lazenza的fan 可是我现在完全是 登 我都是在买cotton on的内裤 超级无敌的好穿 是那种slim fit的 所以我会在他们的这个 买了 也不便宜耶 这个一个 30块吧 是这个 可是我觉得 不怎么好用啦 因为 它会看到那一个奶头的颜色 很明显 所以 是 不推荐 然后过后呢 我就用这个 贴子 这个真的是很贵 里面三片还是四片 大概20块 真的很贵 它还是会看到nipple的颜色 其实蛮黏 可是可能你穿上那种紧身衣 是不可以 因为它没有一个bra的 shape 接上 就是这个 五千多个人给你低率 就是这类东西 这个是Akio的牌子 Oleles跟Mia的品牌 所以 我一开始它 给我用到现在过后呢 我真的是没有它不及 它其实是跟着你奶的 一个形状去设计 比如说你穿一些紧身的衣服 都画的 它也是跟着你的奶 shape 这样子下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 而且它也很黏 这个就是 陪我 就是打浆糊的 nipple tape 这个真的是 我那天 慌了你懂吗 我隔天 就是要出门 然后那天晚上的时候 我整个地板都不黏的 我在拍东西 我一直蹲下来 它一直掉 一直掉一直掉 我会觉得Oh my god 我要马上taxakio 然后想说我不信 那两个过来 至少我有一个back up 然后它晚上就叫了 Lalamus 都过来 我真的是 Thank you 可是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不能没有你 所以 所以 你们想要购买这些的话 我会在下面 丢那个link 所以 今天 所分享的 bra 的东西 就到此为止吧 最后 我还是觉得 你是你自己的决定 你觉得舒服 就穿 那如果你真的是 介意人家说你的胸 下水的话 那你就可以穿bra 可是对我而言 我也觉得说 自己舒服 最好看 而且自己的self confidence 也是最重要 所以 你们 自己做决定 戴个雷着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希望你们会喜欢 然后 我们下一个video见 有什么comment可以在下面留言 拜拜 Love you 我开始 这个 这个 它已经give away吧